大家好,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司法观点18 利用异地刷信用卡的反馈时差 银行柜台存钱到信用卡后立即刷卡消费 在要求工作人员冲政到借记卡后取出的行为 认定为诈骗 张航军等人诈骗案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650号 张航军火同他人 2009年3月在浙江省宁波市区域内 在中国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柜台 无卡存款5万元到信用卡的同时 通知同伙立即刷卡消费49,800元 后向银行工作人员谎称存错卡号了 由于信用卡异地刷卡有1-3分钟的反馈时差 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冲政业务 即取消存入信用卡的业务 再将5万元存入张航军提供的借记卡 张航军再次通知同伙 立即到其他银行网点或自助提款机取出5万元 张航军等人用同样的方式操作5次 合计25万 银行发现后并追偿后 人胜于7.9万未追回 海市区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海市区法院判决张航军诈骗罪4年6个月 罚金2万 司法观点 本案并不是以秘密方式窃取银行财物 故不可能认定为盗窃罪 把张航军等人的行为分为三个部罪 第一步是存钱到信用卡后刷卡消费 合理合法 第二步 张航军隐瞒信用卡的钱已被刷走的事实 让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信用卡的5万元还在 而办理冲政业务把5万元存入新的借记卡 这一步就是很明显的诈骗犯罪手段 第三步张航军等人取出借记卡的钱 属于诈骗后的事后行为 不再做刑法上的评价 终上张航军隐瞒事实 误导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冲政业务 导致银行损失 张航军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 获取财务后挥霍的行为 应认定为诈骗罪 let's go 我们下译 来诈骗罪 我们下译 我再译